調查局人員爬上樓梯 指導旅遊平臺KLOOK辦公室 鎖定這間小房間進行搜索 因為裡面的誠信員工 竊取錢東家的商業機密 受害公司是臺灣第一個 提供旅遊行程的平臺 KKDAY 超過三十萬種優惠體驗 和KLOOK是旅遊線上平臺產業 最大的商業競爭關係 當時KKDAY進行內部資安稽查 發現公司系統遭非法登入 資料被竊走 案件才因此曝光 結交查出 陳信前經理 多次利用前員工的身份 登入KKDAY的後台 甚至還將這組帳號密碼 分享給KLOOK的兩位同事使用 二零一九年 KLOOK以副總監的職位 並且加薪兩萬元 從KKDAY挖繳陳信員工 他和另外兩名同事 在二零二一年間 非法侵入KKDAY後台 共四百七十二次竊取商業機密 三人被依違反營業秘密法 遭檢方起訴 對此KKDAY回應 很遺憾發生商業間諜事件 內部亦持續強化資訊安全機制 目前營運一切如常 而KLOOK三名員工被起訴 則聲明目前還沒有拿到起訴書 收到後會再跟律師討論 公司業務皆正常運作 跳廠員工成了商業間諜 不僅處罰更傷了公司名譽 三連續孟國華雙雲臺北常報導